卡标真我不知道关注我们频道的有多少人用的是半自动的一体咖啡机 在短短的两三年里边就可以看到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体机的品牌出来 至于这样的形式它该不该买 能不能买 它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 从去年到今年 几乎市面上所有的一体机都掌握我们 有的要合作带货给佣金的 有的是要付钱推广的 绝大部分我们都给拒绝掉了 就在小红书借了一个一体机的视频的推广 所以在做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把市面上的一些一体机基本上了解了一个遍 我发现在这个细分领域的市场 在短短的这两年里边竟然这么卷 我其实是非常早时期就接触使用一体咖啡机的 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哪一家在做一体机 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体机这种形式 如果我们要购买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体机 它是属于哪个品类的 我们目前能接触的 能够制作一式咖啡的有这么几个形式 胶囊机 全自动咖啡机 半自动咖啡机 还有纯手动不插电的手压机 那么一体机它其实就属于半自动咖啡机的一个在细分领域的一个分支 因为传统的半自动咖啡机它的磨豆机和咖啡机它是分开的 那么一体机就把它们设计在一起 从而从空间上面就节省出了很多 它也算是全自动咖啡机的一个变种 因为它们都是咖啡机和磨豆机结合在一起的 那区别是全自动咖啡机是磨了咖啡豆之后 自动来填压 打奶 萃取 做出来一杯拿铁 半自动一体机它是磨完咖啡豆之后 自己要手动的填压 萃取 打奶 再融合 做出来一杯拿铁 也就是说除了磨豆 其余所有的动作都是需要自己手动来完成的 那接下来我来说一说 如果要是选择一体机 我们需要注意的参数 以及我根本就不在乎的一些功能参数 来方便你们某一天要做选择的时候来做参考 那首先我在意的第一个参数就是咖啡机它的粉碗的大小 因为它关系到甜粉量的多少 最好是58毫米的标准的粉碗 甜粉量就能达到18克左右 直接就影响我们做出来这杯咖啡的浓度 加了奶之后它够不够香醇跟粉量有很大的关系 那另外这个粉碗大小的尺寸 它也能够匹配市面上大部分的压粉器和不粉器 第二个我在意的点就是磨豆机它调整的精细度 因为一体机它的体积就只有这么大有限 所以说你要把咖啡的模块和盐磨的模块塞到一起的时候 有的品牌可能就会舍弃掉磨豆机的性能 那有可能它用的这个模型啊或者是电机性能不够好 那它就会导致 就是研磨的颗粒的粗细达不到一个意识咖啡的萃取的范围 那它流速比较快 那还有呢就是磨豆机调磨的时候它的一个精确度 那比如由粗到细由细到粗调节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反馈值是否 就是调完之后立马反馈到这个研磨的粗细 那不然呢就会一直感觉我明明上次在这个数字的粗细区间 它的萃取效果是很好的 但是下一次呢它突然就不对了 那其实这个就跟磨豆机的磨盘以及调节的这个调教啊就有很大的关系 那所以说啊在一体机里边磨豆机的体验对我来说甚至比萃取这块影响还要大 那这里呢我给到一些厂商建议啊就是千万不要在磨豆机这块啊太抠嗦 一定要下点功夫来做调教 那第三我比较在意的点是咖啡的萃取和奶泡的打发能不能同时来操作 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拉花的 我是希望能够在刚好咖啡萃取好的同时奶泡也打好 那这个时候呢两者的状态都是比较好的 在制作拉花的时候融合的状态就比较好 拉花呢也会更细腻 那口感喝起来也更细腻 那说完我在意的点啊 我再说一下我不在意的点 或者是我觉得可有可无的一些功能 那第一啊我不在意它的咖啡机它的显示屏有多大 它显示什么温度啊咖啡液重啊这些功能 我的感觉是多次一举话里胡哨 可以有一个显示屏来显示萃取的时间 其实这些小的程序和功能啊越多 那反倒在后期出问题的可能就会越大 这么多的数据显示啊就是做杯咖啡啊 别把自己搞的太累了 那第二是我不在意它是不是有锅炉或者是锅炉有多大 那我觉得一体机有没有锅炉其实不重要 反倒是没有锅炉会更好 我其实更在意的是开机了之后啊 能够尽快的预热好做出来一杯咖啡来 那一旦有了实体的锅炉 它一定是需要加热很长时间才能做出来一杯咖啡的 那所以说一体咖啡机没有锅炉我觉得完全OK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营销那明明不是锅炉 你说那是锅炉 第三我不在意它萃取啊是不是能够达到15或者28的压力 因为这些数字我们看看就好 萃取咖啡其实不是压力于高越好 那现在呢有很多商业的变压机也反倒是用低压来萃取 能够达到这种柔和的口感 那通常商用机也就是8到12吧之间的萃取压力 那我想说的是啊 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极端主义性格的人 所以说在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会平衡一些因素和条件 那我个人还是比较能接受一体机这种形式的 那因为在有限的空间里能够做出来一杯相当不错的咖啡 那我个人还是能够接受的 所以说身边有朋友咨询的时候 我也会给他们推荐一体咖啡机 那但是呢我还是会根据自己在意和不在意的这些功能点去做推荐 希望大家看到最后我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最后Coffic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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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rs